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為大家帶來Pokemogo 不曉得第二代大家抓的情況怎麼樣啦 秋風呢 今天在跟大家講一個 從第一代上市 第二世代也有的 那個叫做彩蛋 一部彩蛋 第一季的時候 不是第一代第一季 第一代上市的時候呢 一部就有一部三兄弟彩蛋嘛 對不對 分別只要取他們三兄弟的名字 記得是英文名字 第一個字要大寫 是取他三兄弟的名字 就分別可以進化成火一部 雷一部和水一部 其實他們是一部四兄弟啦 這裡 第二世代也有叫做一部五姐妹 分別是無印版的一百八十四集 有一個一部五姐妹的這一個 圓珠寺的五姐妹 其實他們正確的名字叫圓珠寺五姐妹 那 那個這一集的女主角應該叫做Sakura櫻花 她跟那個小霞一樣就是這五姐妹之中最小的那一個 那 她的這一集一百八十四集的五印版 她還是在養一部 可是 到了他們在重回圓珠寺 小智出去旅行 又旅行一陣子回來圓珠寺的時候 欸 Sakura的一部就變成月精靈了 所以 你想要進化成月亮精靈 就是要用 取她的Sakura這個名字 小小象 等一下 我先抓一下小小象 先抓一下小小象 小小象 乖 中 那 小小象呢 小智也有收服過 而且是直接拿到 孵出來的 他是拿到一顆蛋 然後孵出小小象 欸 一顆就中了欸 Gadja 好啦 我們再繼續講我們的一部 所以你要進化成月亮一部的時候 就要取名叫Sakura 這裡 我已經取好了 記得大小寫要一樣 那 第二個 就是 她的大姐 應該是大姐 二姐 三姐 忘記什麼姐 總之 她的姐姐 呃 叫做 如果是中文名字的話 叫做 玉婿 玉婿她的那個 英文名字 應該說是日文拼音啦 她的英文名字其實有另外一顆 不過她的日文名字就叫Tamo Tamo 應該沒有念錯吧 總之 她就是 太陽精靈 這樣子就可以進化成太陽精靈囉 第一次才有效 我們就來進化 第一次 有沒有效 我也沒有太陽精靈 也沒有月亮精靈 我就看一下 這一隻會不會變成 月 不是 太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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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唷 出來囉 你好像不是太陽欸 你感覺比較像月亮啊 我們再進化另外一隻 月亮精靈 進化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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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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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ES 成功了 欸 對不起我講錯了欸 難怪看起來怪怪的 Sakura是 月亮精靈啊 欸不是啦 太陽精靈 太陽一部 所以 Sakura進化的 Sakura會進化成太陽一部 然後另外一個那個 那個 Tamago Tamago 才是進化成月亮一部 我就想說 這個明明就是月亮一部的造型啊 對不起我記錯了好不好 你看我在加拿大抓的 加拿大抓的 進化了進化了進化了 進化了進化了 總之只要打對這兩個名字 再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Sakura 就可以進化成 呃 太陽一部 不要講錯了 不要 影片結尾我不要再講錯了 然後 Tama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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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mako Tamago 會進化成月亮一部 欸 這樣子 大家又可以 不需要 轉到任何的什麼證明 什麼 王者之證 太陽 太陽 太什麼龍之靈變 不需要轉到這些東西 又可以多兩個 神奇寶貝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對不起我一開始講錯了 再跟大家道歉一下 對不起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欸 有 有熟男鼠 是女的熟男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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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